巴西舉辦了一場名為超級風箏的世界風箏衝浪比賽 各路高手雲集 各種驚險刺激的花式動作令人目不暇擊 風箏衝浪是新興的極限水上運動 主要是通過大型充氣支架風箏 利用風力拉動玩家的身體 使其可以踩在花水板上 在水面駛城 跳躍 做出各種花式動作 風箏衝浪所具有的高技巧性 高挑戰性 以及高觀賞性的特點 使他在短短幾十年間 就吸引了大量喜歡挑戰自我的愛好者 想像一下 藍天避水 海闊天空任我駛城 這感覺是不是超級爽 在女子組的比賽中 來自巴西的索爾做出翻騰接360度轉體 以及720度轉體 單手拉風箏等高難度動作 一舉拿下後關 而男子組的比賽則更加刺激 瑞士的查布羅茲做出了1080度旋轉 單手摸滑板以及兩次交叉換手的動作 真是寂驚四座 再看一遍 這個動作查布羅茲獲得了滿分10分 來自巴西的安德森和蘇雷斯也有相當優秀的表現 最終查布羅茲成功奪得冠軍寶座 安德森名內第二 再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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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一看